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们好 我是老胡 在多伦多向你们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5号 星期五奴隶6月17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批准英语沃尔新冠疫苗 地铁站攻击人嫌犯曝光 加拿大人受通胀和加息双重打击 安身出现女性喉毒患者 航空领克随机测试下周恢复 两名男子偷彩票欠奖金 闪电杀死了28头女 瓦斯克父亲与妓女有点娃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加拿大批准英语沃尔新冠疫苗 加拿大药物监管机构 批准了莫德纳公司 针对英语沃尔和学龄前儿童的新冠疫苗 这是家国首个 或批准用于该年龄组的疫苗 加拿大卫生部表示 莫德纳疫苗可以给6个月 至5岁的英语沃尔接种 几量是成人几量的四分之一 此次批准将新冠疫苗的资格 扩大到加拿大近200万儿童 但疫苗的供应由各省自行决定 因幼儿疫苗需要接种两次 间隔约四周 另外 辉瑞针对6个月至5岁的儿童 新冠小儿疫苗上个月 提交给加拿大卫生部 目前仍在审查中 地铁站攻击人嫌犯曝光 上周六 克布林地铁站发生随即攻击事件 多罗里德警方发布 该男性嫌疑犯的照片 7月7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 在伊陶比克的TTC车站 一名妇女遭受随机攻击后受伤 警方此前公布了两足 涉及该案的男子的照片 警方描述 嫌犯为一名30多岁的男子 身高约6英尺 身穿黑色陈衣裳 黑色裤子 黑色头巾和白色围巾 现在警察确认 嫌犯为35岁的凯林·皮特斯 他因严重伤害罪 与票价有关的欺诈和违反缓刑规定而被通缉 如果你看到他 警方要求你不要接近他 因为他被认为是暴力和危险的 加拿大人受通胀和加息的双重打击 由于加拿大人正面临着通胀高通 和近24年的最大幅的加息的双重打击 专家警告 近期物价不会下降 未来6至12月期间 人民的生活将面临困境 克里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德赫加表示 总体来说 对于普通加拿大民动而言 未来的6个月至1年时间都会感到艰难 压力点始终在进一步 推高近40年来的最高通胀率 这主要是来自于现代的供应链问题 劳工短缺和乌克兰战争 这些都导致油价和视频价格升高 且短期内看不到重点 不过德赫加也认为 加拿大人面临的未来是 如果只要是过简单的生活 成本不会太昂贵 因为物价会最终伪定下来 同时薪资会有所及高 洋行在周三升高了1%的利率 同时全国的通胀率超过7% 对于这种激进做法 有经济学家认为 这会给大部分加拿大人带来不小的财务影响 尤其是有房子 升息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在房地产市场 房价已经从4月开始显著下降 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预计 房价总体会下跌3.5% 不过也有人认为房价会暴跌20% 自身经济时 Steven Brown认为 国动利率的贷款者会受到最大冲击 不过他不认为洋行会让利率提升幅度超过3.5% 洋行不太可能会这样大幅加息 因为这会给楼市带来很严重的衰退风险 安一省出现女性猴肚患者 安一省出现首名女性猴肚确诊患者 而卫生厅强调 猴肚病毒在安一省的传播速度似乎已经有所放缓 安一省卫生厅表示 至今有156周猴肚确诊病例 其中124种在多伦多被发现 在过去三天某个时间 确认安一省出现首名女性猴肚患者 但卫生厅没有公布该女性患者的详细资料 除了多伦多的124种确诊病例外 沃泰华有11宗 河顿区也有3宗 自6月下旬每天发现多达9宗病例至今 每天的确认病例数似乎已经大为方法 卫生厅表示 所有猴肚患者的年龄介于20至69岁 航空旅客随机测试下周恢复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 将在下周恢复 对抵达4个主要机场的旅客的强制性随机新冠检测 在机场当局尊重政府放弃该箱计划后 沃泰华最初暂停了对完全接种疫苗旅客的随机测试 称这导致机场的长时间延误 但对那些唯接种疫苗的旅客仍进行测试 现在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将再次接受强制性检测 政府正在将检测 从机场转移到附近的非现场地点 从7月19日开始 抵达多伦多、卡尔加里、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的完全接种的旅客 可能会接受随机测试 政府认为 有必要对航空旅客进行随机测试 以帮助检测新的新冠变体 交通部长在一份新闻广告终说 随着全球旅行需求的增加 标志着我们在简化机场外测试流程 同时防止新冠进一步传播方面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两名男子偷彩票 骗奖金 安省警方经过三个月的调查 发现两名男子在这罗道镇上 一家商户盗取呱呱奖彩票 并从收银机中偷取中奖奖金 其中一人是店内的员工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被盗的彩票和奖金总额约为6万元 该镇35岁的Botier和36岁的Charleson已被捕 并被指控诈骗和盗窃超过5000元 闪电杀死了28层牛 萨省西南部的一个家庭 面临着经济和经济上的双重巡视 他们的28头牛被闪电击中并杀死 奴上戎 布瑞尔流了泪说 这可能是我在奴场见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当我到那里看到我 我所看到的一切时 我感到恶心 那是周五的晚上 风暴中 我们将遭遇了非常严重的闪电 闪电肯定击中了散热 许多动物与散热缠绕在一起 有些动物似乎被击中并从围栏处探飞 我们巡视的不仅仅是那些躺在那里的牛 还有他们体内的婴儿 大多数死亡的牛都没有免保险 该家庭正在研究任何可用的资源 以帮助挽回一些巡视 农业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雷击导致生疏死亡的情况在撒身很少发生 他们没有收集这里死亡的有关数据 因为他们往往没有被报告 马斯克父亲与妓女有两娃 据多家媒体报道 特斯拉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76岁的父亲埃罗尔·马斯克 日前透露 他和自己的妓女已经有了第二个计划外的孩子 埃罗尔是名工程师 并且被认为是当时男妃最年轻的 获得专业工程资格的人 他在2019年与35岁的妓女 金娜生下了一个女儿 而金娜是埃罗尔第二任妻子 与前妇所生的女儿 埃罗尔与金娜的母亲 在18年的婚姻生活中 争下了另外两个女儿 在2018年 金娜生下了埃罗尔的第一个孩子 尽管埃罗尔承认 他没有对小女儿进行亲自鉴定 但他看起来就像我的其他女儿一样 汇利和天气预报 7月15日的汇利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15.5元人民币 明天7月16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7度的29度少云 多人多18度的26度少云 温哥华14度的22度小云 魁北克16度的27度少云 哈尔加里14度到30度晴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